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和他相關的強雨帶也移離香港 本地風力正是逐漸換和 会在下午1時之前 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 由於本港的風力逐漸減弱 我們視乎離坦的雨帶對我們的影響 以及本港風力減弱的情況 天文台會在中午至到下午的2時 是考慮改發3號強風訊號的 泥坦減弱為熱帶風暴 但朝早仍然為本港各區 帶來狂風暴雨 海水水位上漲 有棚架和大樹倒塌 無人受傷 請見問報答 清晨時分 西環碼頭橫風橫雨 天色朦朧 有樹被吹到搖搖動墜 海面捲起大浪 水位明顯上升 海水湧上馬路 還有雨被衝上路面 路牌被強風吹掉 有市民無懼風雨去海邊拍照 看來不太大 風的樣子 浪都是蓋到這個位置 都有點失望 不怕危險嗎 不怕危險嗎 也不怕 因為你猜到浪的高洞距離 你可以自己遇到 距離可以走 或者走去安全的地方 在海邊這個位置非常當風 路邊的雜物都容易被吹走 而好像這個垃圾桶 就預先用繩固定了 以免被吹走的話會傷及到途人 在尖沙咀碼頭 早上風勢強勁 樹枝樹葉散落一地 有巴士站的站牌被吹倒 有帶雨傘外出的市民 顯得非常狼狽 在灣仔軒尼斯道 和菲林明道交界的一棟大廈 外牆行架被強風吹倒 壓在旁邊的大廈天台 沒有人受傷 在柴灣道 有兩棵十多米高的大樹 先後倒塌 工人用電鋸移除枯枝 在事件中沒有人受傷 柴灣道一道全線封閉 NOW TV記者 陳健敏報導 記者留意現在就在機場 在機場上有很多旅客 多不多呢 是的 Hidy 在機場這裡 越來越多的旅客 來到航空公司的櫃位那裡查詢 希望盡快可以拿到機位 可以離開香港 機管局 實施了最新的人潮管制措施 安排一些旅客 去到附近比較少人的位置等候 再等待航空公司的安排 但是 人龍剛才燒了一陣 但現在又再出現了 有不少的旅客 剛才 因為不知道最新的安排 所以就來回這裏 這個櫃位那裡排隊 有不少的旅客 都已經開始鼓掃 不滿當局的安排 我們會在機場這裏 跟進最新的情況 先交回給你 謝謝 今次的風暴消息 看到這裏